中秋節仁月亮團圓 一家人坐在吃飯的同時 如果可以品嘗自己親手做的月餅 就更加有意思了 今日就教大家做冰皮月餅 不要以為很難做 其實就算新手都一樣OK的 首先看一下要準備的材料 冰皮的部分 尖米粉40克 糯米粉40克 20克中筋麵粉 40克砂糖 180克牛奶 5湯匙即是大約75毫升的煉奶 大約2-2.5湯匙的菜油 記得要有一個50克的月餅模 而另外就要留20-30克的糯米粉作為糕粉用 餡料方面 我們今天就介紹大家用現成的餡料 對於新手來說 不需要顧那麼多東西 也都有更多味道的選擇 看一下 除了我今天選擇的綠茶味之外 連榴槤、豆蓉等等 很多味道都有 很多時候要買齊以上的材料 都未必可以一次過在一間超級市場買到 今天我就來到這間專賣食材的東元號 一次過買齊以上的材料和月餅模 方便節省時間 亦都可以去他們的網頁訂購 款式一樣齊齊 首先將煎米粉、糯米粉和麵粉過一過篩 記住一定要做這個步驟 否則冰皮就會起粒和不滑 之後就可以下糖和菜油 攪拌 將牛奶和連奶起另一個碗攪勻 然後逐少分幾次加入西好的麵粉裡面 再用打蛋器或者攪拌棒 攪勻成為糊狀 見到有粉粒記得要壓散它 因為今次我做綠茶味的冰皮月餅 我就加了兩茶匙的綠茶粉 準備一個高盤 可以用即器的錫紙高盤或者這些油邊的碟 塗上一層薄薄的菜油 然後將剛才的餅皮糊漿倒入高盤裡面 盤面放一張煮食用的錫紙 以免有渡汗水滴在焗的餅皮上面 再用大火隔水蒸30度35分鐘 蒸好的餅皮粉團 在室溫下攤冷 再用 在蒸粵餅皮的同時 用平底易結鑊用中細火 將20度30克的糯米粉慢慢炒成糕粉 大約炒5至7分鐘左右 見到本來的糯米粉開始變成黃黃的 就可以收火了 倒起它代用 今天我就選了用現成的綠茶餡 大家也可以選不同的味道一起做 如果雪了在冰格 記得做之前的一天放下來雪格解凍 我會建議新手用1比1的比例做餅皮和餡料 將綠茶餡分成25克一個 如果怕煮得慢 可以每個用保鮮紙包住 保住裡面的水分 接著可以像我一樣 將凍了的粉團 連著表面的油重新搓一次 熟了的菜油吸回去粉團裡面 冰皮就更加煙韌和香滑 接著將粉團搓成25克一個 再壓成餅皮 大小要放得下剛才拆起的餡料 如果想做好的月餅 切起餅皮均勻 就要內厚外薄了 接著就放入餡料 慢慢將餅皮收厚 接著拆回缺口位 接著將包好的粉團 放到有高粉的碗裡面滾一滾 將粉團壓小 再放入月餅模裡面 記得收厚位向外 之後一隻手按著月餅模的底部 另一隻手大力按下去按幾下 看看 這麼漂亮的冰皮月餅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著將完成品放入保鮮盒 上面加一張廚房紙 再放進雪櫃 自製的冰皮月餅就完成了 是否很簡單呢 好,等我切一個雪好的給大家看看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希望你喜歡我這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還有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講著這麼多 拜拜